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近年来汽车行业内的竞争日益加剧 不管是低端产品还是高端豪华产品 都加快了自身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 似乎一个不注意的就被其他竞争者甩在了身后 而且呢这是一个不改变就会被淘汰的时代 每一个品牌发布新产品都如履薄冰 去年奥迪一切新60万的销量 夺得了豪华车市场的销量冠军 但是这个销量冠军的宝座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后面奔驰宝马的大嘴 可是对这个宝座垂涎三尺 奥迪在销关的位置上并没有固步自封 相反的三月的任务马车展上 奥迪带来了全新的A6 而且预计在2019年在国内正式上市 奥迪A6的作为曾经的官车 可谓是赚足了噱头 在国内呢这就是一张移动的隐形的 影响力其大的广告 一时间呢这款车也贴上了全国的标签 许多人都是慕名而购 虽然近年来国内自主气势的绝景 对A6呢不太友好 但是小编觉得这么多年来 奥迪A6也是值了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具体全新弹的奥迪A6L 在外观上更加的时尚 作为外貌协会的小编来说 这款车的外观呢 已经超过了小编心理的预期 为了迎合国内设厂 有效的缓击了建筑对手 奥迪A6L的轴距应该也会有所增加 以前奥迪呢率先在同级车中 使用了48V微混系统 使得发动机器电系统能更加平顺 响应的更快 最主要的是更加省油 现在油价那么高 这应该会成为一大卖点 价格方面全新一代的A6L 确切价格还不得而知 不过大家可以参考目前的A6车型 全新一代肯定会贵一点 但是作为C级车价格 能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小编最后想说 奥迪A6L作为一款曾经在中国 随处可见的中高端车型 如今迎来新作 全新一代的奥迪A6 真的是山山来迟了吗 我看未必 作话人说 我都不务砍柴工